你干嘛你骑这个车我怎么办 可以上来 可以骑两个人吗 你这么胖 确定我骑得上去吗 好我来了 哇可以 走了 有点方大哥 你们看一下 我们骑着这个电单车快速的骑行 不知道小朋友带我去哪里 我的脚都没有地方放 我都抬起来的 感觉这个好方便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我都自行车都还没有学会啊大哥 很简单的 你确定不会把我摔到吗 你试一下也重一点了 好了 你慢一点 慢一点 慢点 不要开动了 走 不要了吗 保持平衡就可以了 慢一点 慢一点 为什么我就一就偏了呢 注意把握重心慢一点 不要不要紧张了 你太紧张了你知道吧 没有紧张 其实我很放松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骗了呀 继续继续继续 真的吗 不是应该先学会自行车 再学会这个吗 但是你自行车你学不会啊 你是 这个简单一点 这样子掉对不对 一定要小心 不要太快了 我觉得这个比我的刹判车还好 就是我 我稳不住它刹判车 它是摆着 但不会倒的 我也想把刹判车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刹车全高他的腿 已经学了十几圈了还是学不会啊 他那个自行车已经学了半年了 几个月了还是学不会 你说这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是真的教不会他 这个人平衡性太差了 你要教我怎么才能保持平衡 你看我你先不要把鸡子把脚放上去你知道吧 你让他慢慢先起步慢慢的平衡了之后 你再把脚放上去你看没 他走了 其实我才骑了几分钟 他说我学了很久了 你觉得你干嘛哟 回来了 小方去吧 不知道谁把车摔在那儿 小方就扶车去了 你这样子你这样子学的话 我估计你再学个几圈的话 你这个鞋就废掉了你知道吧 你这个刹车全靠脚 全靠这鞋子 刹车全靠脚是吧 那岂不是又可以买新鞋穿了 多好呀一鞋两得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好吧 我猜不要呢可以的 我感觉你是学不会了 加油 走啦差不多了我们要回去了有点事 那我们先回去然后晚上的时候穿了放我们又来骑好吧 你确定 确定 又在你骑你就在那里站着就可以了 可以 可以 偏了打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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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